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一起学习view.js第16期 今天我给大家定的标题叫做GS对象的迭代 咱们上一期视频讲解的是GS数组的迭代 今天咱们讲解对象 今天的知识点还是这个V4和上一期一样 今天咱们讲解的内容 这个样例是循环GS对象 然后把对象的内容循环显示到页面上 非常的简单 咱们马上看一下例子 咱们在看例子之前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要循环的对象 要循环的数据 就是这个 上一次这个地方是games 对不对 是个数组 今天仅仅是一个GS的对象 咱们看这个对象有五个属性 标题 价格 出版日 分类 包括年龄段 分别对应什么 乌贼娘 卖多少钱 三百五 什么时候发卖 2017年夏季 然后游戏分类 射击 第一人声 它应该属于第一人声射击是吧 然后年龄范围是全年龄 谁都可以玩 那么今天咱们就循环这个对象 看看能出什么结果 然后循环的方法 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 我用一个DV 就说咱们要循环输出DV 然后循环谁呢 循环mygame mygame每一个元素 大家注意看 我能加了个括号 换句话说 每个元素 它会给咱返回两个值 一个是value 一个是key 咱们先写value 再写key 这个顺序咱们不要高反 key呢 就是指的咱们的title price publish date 然后呢 咱们value呢 指的是得乌贼娘 3502017夏季 然后呢 咱们把这些数据的信息 完全显示在咱们的页面上 这个呢 就是咱们今天代码的效果 咱们实际运行一下 我把它拷贝 拷贝到咱们的网页当中 好 咱们实际运行一下 我这怎么开了个tug把它关掉 好 咱们试一下 16 然后index 大家请看 效果已经出来 上面呢 是咱们的he的标题 然后呢 这个是每一个mygames对象的属性名 后面呢 是每一个属性值 非常的简单 那有朋友说了 我喜欢这个对象有什么用啊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咱们在这个开发过程中 咱们比如说拿到一个新的对象 但是这个对象呢 咱们没用过 咱们也不知道这个对象呢 有什么属性 然后这个属性呢 有什么值 那么就咱们通过这个方法呢 把这个咱们没有用过这个对象 或者这个属性呢 打印出来啊 对于咱们这个调试代码呢 是非常的有好处 是非常的实用 这个方法呢 推荐给大家 那么好吧 以上呢 就是我给大家讲解的所有的内容 不知您听明白没有 今天我的代码呢 已经放到了开源中国的服务器上 供您下载参照 那么好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